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何况还是处在最边的第八跑道就更难驾驭了 本场比赛王九强的最大地方对手就是处在第六跑道来自江苏的黄炎 值得一次在预赛的时候王九强跑道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预赛的时候王九强跑出了58秒86的成绩以小组第三的成分晋级决赛 而身为同主的黄炎跑出了58秒02的成绩以小组第二的成分晋级决赛 绝赛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相信有跑过400米的小伙伴都知道 400米巨难驾驭的就是最后100米了 因为经历了前300米的凤力加速 到最后100米的时候运动员的体能方面早已经所胜无几了 比赛的时候王九强起跑并不理想处在落后的位置 而黄炎起跑就会更加出色一些处在领先的韩脸座 这个时候只见黄炎很快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一下子就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或许正是处在巨边弯道的位置 这也让王九强在前300米完全看不到身后的对手 只能凭感觉跑 王九强只是处在第五的位置 当比赛进入最后100米转为直到较量的时候 黄炎也要领先处在第一的位置 而王九强也凤力冲到了第四的位置 但是这个时候王九强有落后前面黄炎三米远的距离了 不过这个时候只见王九强开始展现了超强后程加速能力 开始凤力直追 而黄炎也在凤力加速 只见王九强渐渐击了上来 只见二者的差距再渐渐缩下 只见王九强在最后时刻实现了逆转 最终王九强以56秒16的成绩逆转夺 而还原以56秒14的成绩获得压剧 相比预赛的58秒86的成绩 王九强在决赛竟然有了近三秒的提升 这在短跑比赛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了 而竟还是处在巨边跑道跑出来的 可见王九强的潜力有多大 从最后100米只处在第四的位置 并落后三米远 再到后程利用自己的超强个人能力 奉力连超三人逆转挪挂 只能说王九强真是好像道 虽然王九强现在的成绩和全国记录还存在一点差距 但是毕竟现在还很年轻 也相信王九强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也期待王九强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一眼体育上市有我大臣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